能让王牌新一期连续三天坐上第一宝座 在荒岛求生主题背景下出场的几位大咖们 均是各有各的异能魅力 钟翰良颜值男神足够养眼 金静星敬喜巨人扛起搞笑大旗 王星月活泼小生 新鲜感满满 而要说表现得最具话题的 那当属是蔡国庆与张雨起这两位 他俩一个不认识白露 一个放逐时反套路操作 让节目的笑料升级到新的高度 蔡国庆台下准备妥当 上台顺面难题 因白露未答对一题 杨迪说出重点 看过了黄晓明与那莺莺综艺翻红的画面后 再次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比起请一堆的流量明星赚人气 还不如邀约上了点年纪的圈内大前辈 他们既没有小鲜肉们出场费用高 这出来的效果还不一般 不会变通 跟不上时代节奏的他们 反倒能迸发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笑话 如黄晓明很真诚地发问 是二次元的话吗 他是压根就不知道101选秀的那些事 在网诉这方面 蔡国庆与黄晓明是保持一致的 王牌玩了个升级版的寂静的呐喊 一位成员坐在旋转椅子上 剩余队员依次描述答案 在谁哪里答对了就换题 要是一直答不出来的话 就会卡着不允许有过的机会 在蔡国庆之前 王牌队发挥优异 他本就是顶着压力上去的 在沈腾答题时 他还与钟翰良制定了说反义词的策略 就想着能快答一些 谁料计划是赶不上变化的 蔡国庆戴上耳机之后 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白鹿 本以为按白鹿目前的知名度 蔡国庆多少会有印象些的 然而他却是一脸猛的 把白鹿仅仅当成是个名词在猜测 在知道女演员 第一个是白的情况下 仍然猜不出来 到了精进描述时 精进的表演是够还原的 模仿白鹿经典的大笑 但凡是看过奔跑吧的人 思索一下都能回答上来 然而 蔡国庆对白鹿是真陌生的 都到这个程度了 他还往喜剧演员的领域猜 信誓旦旦说出了贾玲的名字 结果便是一圈下来 蔡国庆得分零分 这让都把提示提到 以爱为赢的杨迪感到很是无奈 面对镜头表示就应该给蔡老师出点李谷一这样的答案 这样才是一个时代的 张雨起为多一套造型主动离队 直爽性格依旧未改 对其姐妹孟子义不带嘴软 蔡国庆是认真玩游戏的 张雨起也是耿直得不行的 每一环节过后都有放逐的赛制 输掉的一队需要淘汰两位成员 被淘汰者就不能穿得光鲜亮丽了 需要打扮成原始人 一开始大家都不乐意出局 但张雨起在乔道精进的野人装束还不错后 第二轮牵手围圈 她还没等别人把她推出去呢 她首先放手了 为争取美的机会主动淘汰 这的确是张雨起的风格 同样直爽的 还有她的嘴 在答案为孟子义时 她提醒别人用到的形容词是不爱卸妆 这样的爆料 换别人肯定不会说 但张雨起与孟子义是一起路过节目的姐妹 她才不会在意 这才是损有该有的样子 而且王牌对王牌 这档节目的厉害之处 就在于每一季都能相当搞笑 让你忍不住就会去追 不管你每天看多少搞笑类的内容 但只要你看到沈腾和贾玲之后 心里还是想要看一下他们会玩出什么梗 当然 沈腾和贾玲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因为他们的梗就是一直能逗笑你的 这一季的节目 贾玲不在 杀义来了之后 同样搞笑 每期节目都能配合沈腾玩出各种花 简直是要让人笑到肚子疼 网传杀义在下一季将会退出 跑难 加入到王牌对王牌 如果这要是真的 那我觉得不管对谁来说都是好事 对沈腾来说 他的运动细胞几乎为零 在跑难确实也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甚至每年都会有吐槽的声音 相比之下 王牌对王牌是纯搞笑类综艺 沈腾在这里是更加适配的 当然 这样的话 跑难的笑点会减少很多 但对沈腾来说 绝对不算坏事 在下一季的节目中 贾玲一回归 沈腾和沙翼一归位 那王牌对王牌的笑点还用愁吗 当笑点不愁之后 那节目的热度和收视率还是问题吗 说的难听点 沈腾 贾玲 沙翼 这三位站在那里 这档节目就注定是搞笑界的天花板了 现在第八季的节目马上就要收官了 实话实说还挺不舍的 在最新播出的倒数第二期节目中 节目组请来了蔡国庆 金静 张雨起 王星月 钟翰良 这个飞行嘉宾的阵容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请到蔡国庆让我非常惊喜 自从批歌3过后 蔡国庆的资源可以说相当不错 接连上了好几档爆款综艺 当然 蔡国庆是有自己独特搞笑风格的 这一点在批歌里就能看得出来 话说蔡国庆在殷宗里都能贡献出那么多笑点 更别说是到其他综艺了 观众对她真的是太期待了 在这期节目中 蔡国庆还是贡献了挺多笑点的 而且还有舞台表演 可以说是相当圆满 不过 蔡国庆在节目中还有一个事情 让人忍不住想要说一下 王牌对王牌 蔡国庆好心办坏事 这三人彻底尴尬 在这期节目中有一个放逐环节 王牌队和嘉宾队在输了之后 需要队内选出一个人淘汰 只要是有淘汰的环节 一般来说都是杨迪和金静 这两位最先离开 这次反倒是让蔡国庆占了一个名额 没有办法 蔡国庆的性格就是那种老好人 在任何游戏中都是不争不抢的 在这样的环节中被淘汰很正常 当蔡国庆和金静两人被淘汰之后 蔡国庆拉着金静一起走 在走到半路的时候 蔡国庆突然拉着金静回头奔向宋亚轩 结果宋亚轩直接从凳子上摔倒了 说实话 蔡国庆这个操作绝对是好心 她只是单纯的想要开个小玩笑 给大家制造一些笑点 面对摔倒的宋亚轩 蔡国庆真的是非常尴尬的 一边去扶宋亚轩 一边还在说这只鱼吗 试想一下 你好心去和一个人开玩笑 结果这个玩笑变成了惊吓 你能不尴尬吗 在这个事件中 宋亚轩也是相当尴尬的 蔡国庆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宋亚轩做出这么大的反应 让前辈尴尬 自己怎么能不尴尬呢 当然 在这么多人面前 直接吓到从凳子上摔出去了 不丢人吗 即便是一个邪心都会尴尬 更何况是宋亚轩这个偶像爱豆呢 在这件事情中 要说最尴尬的 那还得是精进 别看这件事是因为蔡国庆拉着精进去夏宋亚轩才发生的 但关键问题还在精进身上 从出道到现在 精进一直都是这种饭花吃搞笑风格 一开始看的话还有些笑点 但是在任何节目中都是一成不变的饭花吃 那就会让人看得尴尬了 在这一季的《王牌对王牌》中 精进来了好几期 每一次来了之后 都是各种对着宋亚轩饭花吃 而且一次比一次过分 别说宋亚轩是一个流量爱豆 就算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面对精进这样玩法也肯定是反感的 只是嘴上不好意思说而已 换句话说 对于精进 宋亚轩真的是有点避之不及的 但最终的结果是必无可避 只能忍着 在这期节目中 精进要是不拿宋亚轩继续开玩笑的话 那蔡国庆也不会开这种玩笑 对于宋亚轩来说 他希望和精进的互动越少越好 因为他不知道精进会做出什么事 也不知道这些玩笑对自己的事业有没有影响 在这个事件中 宋亚轩摔倒不管真假 精进都是极其尴尬的 试想一下 宋亚轩要是真的摔倒 那他是多想和精进保持距离啊 宋亚轩要是假摔 那也是非常不想和精进一起玩的表现 总而言之 不管宋亚轩是真的吓到摔倒了 还是说自己表演了一个摔倒 反正都是想要和精进尽量去保持距离 不要让观众产生误会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蔡国庆对宋亚轩为什么不愿意和精进有过多互动肯定是不太懂的 他只是单纯的想要开玩笑 可惜却好心办坏事了